早在日本对华战争爆发以后,日军高层便号召部队抢良余敌,在当地自己养活自己。 在这一口号下,日军需要的各种物资以及补给品均抢自中国战场,其中当然也包括性奴隶、未安妇。 随着战争的扩大和升级,侵华日军人数的增加,日军更加残暴地抢夺中国女子,充当未安妇。 在中国占领地和战场上,日军主要通过使用绑架、强迫、欺骗等手段和途径来征集中国未安妇。 被掳掠为未安妇的中国妇女的职业有教师、工人、农民、学生、职员、尼姑、修女、店员等。 二战期间,日军未安妇数量多达36万至40万之间,其中有20万左右为中国妇女。 中国未安妇的年龄跨度很大,年长者50岁,最小的只有16岁。 其实日本对中国的侮辱,除了未安妇以外,还有一大批的未安男也在饱受摧残。 在抗日神剧中,都能看到日本每进一个村子里,都会先进村子里大扫荡。 除了在村里找吃的女人,最重要的是抓壮丁。 别以为抓壮丁只是让你去打仗,他们也会挑一些身体好又长得好看的年轻男人,教他们说日语,然后一批批送到日本去给日本女人下种。 因为日本男人都到外国打仗去了,国内都只剩下女人了。 现如今,肯定会有人觉得那些男人真没骨气,说下种就下种。 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,又有多少反抗的人能活下来? 这和那些未安妇是一个道理。 活下来肯定会被后人耻笑,如果誓死不从,肯定是不能活。 无论如何,日本在中国抓壮丁,为日本国内的女人提供幸福物,却是铁定的事实。